西方史纲五十讲 那东边怎么样呢 戴克里仙死后 公元307年 军师坦丁登基 他干掉了四五个 和他争夺地位的对手 而军师坦丁死后呢 在位时间超过十年的皇帝 只有三五位 绝大多数 也都是两三年 当然呢 他们的结局也不太好 大多都是被兵变废除 或者杀死 也就是说啊 戴克里仙的改革 没有改变兵营出皇帝的局面 这一讲呢 我们主要说西边的事 公元476年 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 被蛮族首领奥多亚克废除 西罗马就此灭亡 西方进入了中世纪 在奥多亚克废除 西罗马最后一位皇帝之前呢 蛮族实际上 已经多次攻占了罗马城 西罗马被搅得天翻地覆 西罗马灭亡 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而东罗马呢 一直存续到公元1453年 又活了1000年 所以这一讲呢 所说的帝国覆灭 只是针对西部而言 下面我就来告诉你 帝国是怎么亡于蛮族之首的 我想先打破你的一个认识误区 有人常说啊 希腊是混于内战 而罗马呢 是被外来侵略所摧毁的 表面上看 罗马帝国确实亡于蛮族之首 其实呢 是罗马人自己作出来的 可以说罗马也是亡于内战 这话怎么说呀 说起文明人和野蛮人的较量 你脑子里马上就会浮现出长城 长城以北是蛮族 甚至是异鬼 长城南面是文明 是好人 文明人守长城 保卫文明 异鬼不断侵袭 终于有一天 长城被攻破了 异鬼门冲进来 文明就毁了 罗马和中国都修了长城 文明人用它抵抗住异鬼 潮水般的进攻 他们的生命力实在太旺盛了 施展老师在中国史冈和枢牛里边 已经告诉过你 用中原式文明 草原式异鬼的思路 来看中国史是不对的 我现在告诉你 用这种思路来看 罗马人和热曼人的斗争 也是不对的 没错 对于罗马人来讲 蛮族就是北边的热曼人 我先把热曼人和罗马人相处的 基本逻辑告诉你 然后我们再仔细分解 如果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典故 热曼人首领奥多亚克 就是罗马的安禄山 安史之乱你肯定很熟悉 他差一点灭了大唐 大唐即便度过这个大劫 也辉煌不在了 安禄山是唐玄宗的宠臣 玄宗又胡人首边将 这些封疆大吏就叫做节度使 他们控制的地盘叫做藩镇 结果节度使起兵反唐 直取长安 大唐又借助回湖 平定了安史之乱 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改变 节度使拥兵自重的这种局面 最后亡了大唐的节度使 叫做朱温 后人写的唐使里边 有一句非常精彩的断言 叫做唐王于藩镇 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典故 同样也适用于罗马人和热曼人 热曼人就是罗马人利用的胡人 他们早年被罗马侵袭打击 但是在共和时代 真讨热曼人的罗马将军们 就开始收编热曼人了 回想一下马略的改革 穆兵制给军想 罗马军团征服到哪里 就到哪里去买兵 不需要他们再是罗马供兵 意大利人可以买来当兵 北非人也可以 西班牙人也可以 悦尔曼人当然也可以 罗马本身强大的时候 军队里有一些热曼人不打紧 但是罗马打了一百年内战 自己的军队打自己 把自己消耗光了 回想一下 这个时候 戴克里仙已经把军队分成了边防军和野战军 野战军是皇帝们控制的重点 他大概只占全部军力的三分之一 剩下那三分之二是边防军 反正他们驻守边疆 离罗马很远 不是心腹之犯 于是 一个个安禄山史思明 就在边疆的军团里成长起来了 具体有多少 我不用一个一个跟你细数 你只要清楚一个心理逻辑就够了 就是旁贝那句名言 苏拉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这对日尔曼人也适用了 凭什么你们罗马将军手里有兵 就能跨过卢比肯河 就能指导罗马城 抢夺皇帝的宝座 我们日尔曼人手里也有军团 被罗马人的这种坏逻辑教育了几百年 再野蛮再没有文化 也学会了吧 你看 坏逻辑并不会因为人有身份的不同 而就自动失效 罗马人一旦开了坏头 意大利人 西班牙人 布列颠人 高卢人 日尔曼人 一个个全都学会了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 不是日尔曼人在长城北边不断的攻城 而是他们本来就是驻守长城的军团 他们就是节度使 他们也想痛快一把 不过呢 日尔曼人是慢慢才学会罗马人的坏逻辑的 他们的政治意识在不断的成长 这话怎么说呢 在日尔曼人首领奥多亚克废除罗马末地之前 日尔曼人已经多次攻破和洗劫了罗马城 拿下罗马城 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但是日尔曼人几乎没有自己称帝的 都是抢完了扬长而去 他们还不觉得做皇帝是个很重要的事情 即便西罗马灭亡以后呢 大大小小的日尔曼统领 在不同的地方称王 但是他们也知道法统在东罗马皇帝手中 还请求东罗马皇帝给他们封号 失去了实际控制权的东罗马皇帝呢 也只能顺水推舟 给蛮族国王 颁发伟认赚 所以呢 尽管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所灭 但是蛮族和东罗马帝国的政治关系 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 罗马在他们心里其实没有死 直到公元800年 查理曼称帝的时候 瑞曼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皇帝 但是你要注意到了这个时候 查理曼仍然叫自己罗马皇帝 这是后话的 我在中世纪的单元再跟你细聊 好 我帮你梳理一下 军国主义罗马自己作死的过程 回想一下我的断言 罗马成于兵 也毁于兵 这个生存逻辑啊 使得罗马选择了最好的防守 就是进攻这种扩张型的道路 打仗对于罗马人来说 不是渐渐生出出汗 而是活法 而是宿命 罗马把自己啊 从一个小小的城邦 变成了庞大的世界帝国 马略的军事改革 让罗马在军力上 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是从此呢 兵随降转的这种致命伤啊 就开始诅咒罗马 马略的老对手苏拉 带兵夺权 实行独裁 后世的将军们呢 也仿效他们 后来的凯撒和乌大维呢 虽然建立了元首政治体制 但是也没有从根本上 解决罗马军队私有化的老毛病 内战一打 就是一百年 最后是戴克里先和军事坦丁 建立了专制政治体制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终于啊 日耳曼人成规模的 加入了帝国内战 衰老的帝国呢 再也没有力气 去制服各地的节度使 于是就灭亡了 文明的逻辑啊 其实并不美妙 可能是非常残酷的 希腊毁于内战 罗马也是毁于内战 没有敌人打败他们 是他们自己打败了自己 观察文明的时候 一定要分析它成长逻辑 走向的可能性 一个好的逻辑 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从自身的特点里边淬炼出来的 会使这个民族走上辉煌的顶峰 但是也埋着毁灭它的种子 这个种子啊 在文明诞生之初就埋下了 等到这个文明长大了 发育健全了 毁灭性的一面 就会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 像凯撒 乌大维 戴克里仙 军师坦丁 这样英明神武的大人物 都挡不住 文明的逻辑啊 反而会去利用这些大人物 你想阻止我 我就会把你的改革方案 变成我施展的舞台 想想戴克里仙的改革 他把军队划分成了 边防军和野战军 意图的重点 是对付那些容易作乱的武力 结果重点是控制住了 但是非重点的部分呢 趁机飞涨起来 帝国迅速失去了对边防军的控制力 这里插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当政治在走下坡路的时候 看看聪明人 是怎么看待罗马帝国灭亡的 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 奥古斯丁 在公元410年 罗马城被蛮族洗劫之后 写下了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学著作 上帝之城 不信基督教的人当时会说 看吧 帝国把基督教变成国教 这就是背叛了罗马诸神 现在遭报应了吧 信基督教的人也是满心的疑惑 帝国不是信上帝了吗 帝国不是成了上帝之国了吗 怎么还会遭此大劫呢 奥古斯丁为了驳斥异教徒 也为了安慰基督教徒 写了上帝之城 他的回答是 罗马帝国不是上帝之城 只是俗人之城 心不足洗 亡不足卑 所有俗人之城啊 因为他的罪念和邪恶 都是要毁灭的 基督教啊 对文明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和我们用理性和逻辑来分析文明啊 有所不同 但是随着基督教成为西方中世纪的主导思想 基督教的看法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必须了解基督教 才能深入的了解西方 下一个单元 我会专门跟你细聊 基督教和中世纪 好 总结一下这一奖的内容 罗马呀 确实皇于蛮族之首 但是 绝不是异鬼战胜了文明的大搏斗 而是安禄山这样的节度使 干掉了大唐 日耳曼人 本来就是罗马军队的一部分 他们 被罗马人交汇了 以兵夺权的这种做法 罗马皇于蛮族之首 不是罗马人打外战 打不过日耳曼人 而是日耳曼人 掐入了罗马的内战 顺着这种思路 自然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东罗马帝国不是还在吗 东罗马皇帝会坐视西罗马灭亡吗 当然不会 东罗马当然也想收复师徒 但是 为什么没收回去呢 西部 还是进入了中世纪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下一讲 我就来和你聊一聊 东罗马皇帝 为什么没有能够拉住西方 期待你的到来 咱们下一讲再见